如风说梦幻,八卦天天看 1.蒙大乃开号夺冠 B109第一神豪蒙大乃亲自开号 林波成不点轻视狂打面伤 终于率领西洋红战队夺得了首官 赛后他更是专门发布了朋友圈 坦言成功的路上总是变不经济 2.官方视频庆祝杨阳生日 9月9日的梦幻官方视频中 我们看到了代言人杨阳最新的一部梦幻宣传片 杨阳手中的日程表 不仅有9月16-17号的武神坛 也有其9月9号的生日图标 看得出官方确实很用心 他们也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为杨阳庆祝生日 3.紫禁之巅出现四昆鹏队伍 今年最火爆新区非紫禁之巅莫属 一开区就迎来了无数神豪玩家的涌入 甚至出现了四只超级昆鹏的队伍 其中几个号很明显都是商人弄的 很明显他们是给这位神秘人老板服务的 兄弟们 你们觉得神秘人会是谁呢 4.小哥同时获得109和159冠军 本届群雄总决赛中 西洋红战队取得了109的冠军 无尽火域取得了159的冠军 而X9老板小哥作为两支战队共同的老板 实现了双冠的目标 5.潘总出160斤倾鞋和野兽法暴鞋 梦幻狗托潘总又出货了 在梧桐的操刀之下 他又鉴定出了160斤倾鞋子和160野兽法暴鞋 不得不说 潘总的运气真的是太好了